我们现在把Movitalk这个项目推送到了远程的服务器的上面 那么就是在Github上面提供的一个远程的版本库里面 那么因为这个版本库是公开的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版本库里面的内容 如果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代码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版本库页面右边的这个download 去把它下载下来 这样的话会把代码还有文件下载到自己的设备上 如果他们需要项目的版本库 可以使用GitClone去把这个代码库呢 克隆一份到自己的设备上 这样可以查看项目的所有的提交 可以继续从远程版本库里面去提取新的一个提交 然后再合并到本地的版本库的上面 如果他们想基于这个项目去开发自己的版本 可以Fork到自己的账户的下面 在Clone到本地继续去开发 然后再推送到自己的远程的版本库里面 如果他觉得我们也可能需要他提交的这些东西的话 可以去申请一个Pool Request 提交以后我们可以查看这个Pool Request的东西 那么如果觉得合适的话 可以去把这个Pool Request合并到我们自己的项目里面 或者也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贡献者共同去开发 这个需要我们先在项目的设置的界面上面 去添加指定的贡献者 这样被添加的贡献者就会拥有一个写入到版本库的一个权限 也就是他们可以使用Push 去把自己的提交推送到我们的远程的版本库里面 那么在下面的视频里 我们再请出几个临时的演员模拟一下这几种情况 的故事 是